在西方大家练体育,学音乐都是为了享受,为了快乐的 俄罗斯人是为了比赛的,他们比中国还要严重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得第一,一定要比赛,一定要就是很奥林匹克的那种模式 中国也是,但是中国人吧,他不优秀,他脸皮厚一点,他也能活 在俄罗斯就不行,俄罗斯你不优秀你就完蛋了 就这样一个逻辑 其实中国那些高楼大厦,第一,它不给你用啊,你试韭菜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第二就是,国外他不是不能建,但是纳税人的钱 他不想要高楼大厦,人家把钱用在就是更有用的地方 用在迪士尼,用在环球影城,对吗,用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 人家不想要那些花里胡说无用的东西 因为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啊 你在中国你纳的税都哪来给中国政府充面子了 你还觉得自豪高楼大厦呢,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越是不文明的地方,越在意物质,越在意金钱,越在意外表这些比较没有用的东西 西方二百年前会,现在人家已经发展了 人家现在不追求什么名车名表,人家也不存钱了嘛 人家也不去攀比了 当然只是大部分的哈,因为绝对文明是不可能的 但是越落后的地方呢,就会越在意名利 现在中国天天就是在比那些名车名牌嘛 在盘比嘛,在内卷嘛,俄罗斯更厉害 就是更严重 我们学校,英国的学校还办过一个校内的小比赛 参加的都是同校同学 然后这个俄罗斯女孩弹得不错 但是得了第二名,她可能不太和评委的审美 结果她在那里哭,因为她没有得第一 然后我们都觉得挺好笑的哈 其实,因为就算你得了第一又如何呢 有人会崇拜你吗 大家可能觉得哇好厉害,就没有了 这是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一个观念嘛 可能在中国,你考上名校 你得了第一,你是可以炫耀的 但是在西方没有人在乎啊 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呀 因为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文明的发展的地步 就没有那么在意物质了嘛 但是俄罗斯人最在意 就那女孩子那哭 然后我们都觉得她既滑稽又好笑 没有人会,就是觉得她得第一 也没有人会羡慕她呀 她把俄罗斯那条带来英国 就觉得她非常的滑稽 可是你得了第一,所以呢 我们要崇拜你嘛 可能在中国会吧 但是在西方没有人在乎啊 你得了第一,我们觉得就是哇塞好厉害 虽然可能是真心的为你开心 但是就没有了 不会有人就是羡慕你捧着你的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价值观 包括台湾也是,台湾人觉得说 你有钱是你的事情啊 人家不会跟你攀比啊 可能也会一丁点哈 但是因为这是人性里面带的嘛 但是越文明的地方就越就是稍微不在意这些东西 而中国现在动不动就是你怎么不换车 你怎么不买名牌之类的 非常在意外表 非常在意那些物质的东西 俄罗斯人也是 我们只是我觉得这个俄罗斯人真的是滑稽 我好笑 你很厉害 所以呢 你厉害就厉害呀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我觉得这些俄罗斯人真的超级好笑又无力 我好笑